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肌律师和郑平医师王丽慧 那么今天要跟各位讲到的是 关于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一群朋友们 他们的肌少症会使他们的肺功能 比没有肌少症的这一群朋友们 还要再更严重一点 特别是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病会造成换气不佳 所以一般这样的朋友们他们都很喘 对于活动的耐受力运动的耐受力都不好 荷兰的研究就特别的指出 慢性阻塞性肺病如果合并有肌少症的时候 他们对于活动运动的耐受力会更差 这一篇的话它是发表在2019年 由欧洲护西医学会他们所发表的 那这个是路特丹大学的医学中心他们在荷兰所做的研究 那特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他这个肺泡的地方换气不过去嘛 所以经常就是很喘很虚弱 结果他们分别了肌少症跟不肌少症之后呢 就发现肌少症的这一群的肺病的严重度会再更严重一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更新一点的一个研究的话是在这个中国的广东大学 他们2023年才刚刚发表的 那我们研究了306位的朋友们都是你较年长的 这60岁到88岁这之间啊年纪大一点的有男有女 那他们研究之后他们就发现了肌肉的指数啊就是你肌肉多或是肌肉少 他发现肌肉指数啊直接就是跟你的肺病的严重性啊成反比 如果弹性阻塞性肺病的朋友们你的肌肉指数高 就是你肌肉量多一点的话呢 那肺病的这个严重性啊就会低 那如果呢你这个肌肉的指数啊低 也就是你肌肉量少的话嘛 那你这个肺病的这个严重度就会高 肺病严重度高的话就是恶化的比较快啊 常常需要住院啊血氧常常下降啊 就是生活其实很不方便这样 然后体力也虚弱 甚至他们排除掉了这个性别还有年纪之后发现呢 肌肉质量指数是独立的一个判断的因素啊 只要肌肉质量不好 肌肉指数偏低的话呢就可以不管年龄不管性别 就知道说啊这个将来呢肺病就是会恶化的比较快 严重度会比较重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我们简称COPD 如果这个COPD的朋友们他们有肌少症的话呢 肺病就会比较严重嘛 恶化的比较厉害 但同时我们反过来看好像是肌少症造成了这个肺病恶化的比较快 可是呢事实上啊 慢性阻塞性肺病也造成肌肉容易流失 也造成肌少症 我们看到呢刚刚讲的2019年的路特丹大学他们发表了 就是呢这一群朋友里面啊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朋友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有肌少症 所以事实上就不是说肌少症造成COPD的恶化而已 事实上是COPD也会造成肌肉的流失造成肌少症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 COPD这样子的情况 你这个肺泡换气不好嘛 它就加强了你身体里面的发炎的体质就比较恶化 我们知道嘛 发炎是个肌少症的一个病因 发炎的比别人严重 然后呢氧化压力比别人严重 这些都是不良因素 然后再来的话就造成肌肉的合成下降 然后呢又肌肉流失跟分解跟周转特别快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COPD的朋友们 他们需要的氧气量比一般人更大 因为他一直血氧不够 所以他就需要你再多给他一点氧气 然后呢 他们的能量消耗也比别人更大 因为呢 他身体处于一个极大的压力 所以一直非常的耗能 所以他既耗氧又耗能 偏偏他又胃口不好 又吃的不好 可能摄取过少 所以呢热量又不足 那这些种种的情况呢 都造成他的肌肉很容易流失 所以呢 为什么在荷兰的这个研究会说 三分之一呢 都有肌少症 然后就是我们还发现啊 研究上显示出来呢 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肌肉生长抑制素 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天生就有的 因为呢 这个是要去协调我们肌肉长到什么情况 因为肌肉不能无限制的生长 那我们会变成绿巨人浩克 所以我们存在有肌肉生长抑制素 但是呢在COPD这一群朋友们的身上呢 我们发现他的肌肉生长抑制素过高 也就是呢 他直接啊 还没有在那里周转流失 他就直接抑制你肌肉的生长 那再去研究这个基因的表现 我们也发现了 一些抑制肌肉生长的这一种基因啊 被强化了 所以就抑制的很厉害 那促进生长的基因呢 又被压制了 所以他又生长不出来 所以呢 因为这个环境啊 体内环境不好的关系 缺氧的关系啊 造成了他的基因的表现呢 也不好 所以我们说嘛 基因是一个命定的遗传的 基因是命啊 但是呢 基因的表现啊 是扣贴身体的环境的影响 也许你有这样的基因 但是你基因的表现呢 却不受原来继承到跟遗传到这个基因的影响 所以基因要表现不表现 如何表现都还是在后天 那么COPD的朋友们呢 就是他们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环境 就是很不利肌肉生长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的肌肉生长的基因表现就不好 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就表现得太好 那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到底如何的去帮助他们做介入 那营养当然还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跟各位提到过 所有慢性病的这些朋友们 如果没有肾功能不佳的考量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要提升啊 每天每公斤的体重 我们要1.2到1.5 那如果已经有肌少症的话呢 就直接考虑 每天每公斤的体重1.5公克 就不要再考虑1.2了 营养要补得够 特别是脂炼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 这些都要补充 然后运动后半个小时之内 可以加HMB 我们也提到过了 这些都要认真的去做 维他命D也要补得够 目前一般的建议的话 会建议你补充个2000国际单位IU 就是International Unit的意思 叫做2000IU 那我们说过很多次 2000IU真的不够 补不起来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建议 你要去侦测 就是你monitor你的血液当中的 维他命D3到底是多少 然后你这样补起来比较放心 因为你们一定很怕过量嘛 所以有这样的考量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看你的血中的数字来侦测 所以蛋白质要吃得够 维他命D要补得够 如果核病有肾病的话 请去看我们这个慢性肾病 极少症这一集 看这个蛋白质到底怎么吃 接下来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运动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一群朋友们很难运动 因为他很喘 他的血痒不好 他稍微动一下就喘吁吁 我们正常人去动都喘吁吁的 更何况是血痒不足COPD的这一群朋友们 当然是更加的喘吁吁 COPD的朋友们平常的血痒就只能够维持个90几 那不像我们是可以到达100% 所以COPD的朋友们一运动的时候 血痒就可能直接往下掉 直接就掉个4% 这剩下了86 那么80几的这样的血痒的话就会喘得更厉害 所以他们对于活动的耐受力就是不好 就不太能动 那如果加上有肌扫症的话耐受力就更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建议是呢 根据这个文献上面的研究是给他呢 一边运动一边吸氧气 所以呢 像我们抗贝积换中心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调节 我们建议大概是呢 一分钟可以吸个两liter就是流速啊 氧气的流速就是低流速就可以了 每一分钟我们给他两公升的氧气 这样的速度来给他吸就好了 那也不需要用到什么面罩 我们只需要用到鼻导管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 短暂性的给他吸 一天当中可以吸个二到六个小时 这可以帮助他的运动的耐受力 改善他的疲劳 然后呢改善他喘的这个现象 再加上呢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朋友们 没有办法接受太高强度的运动 那所以呢 抗贝积换中心我们的所有器材啊 我们是用这个电子式的调节强度 我们不是这个一般像健身房 这样都是用这个杠铃啊 几磅几磅的铁 或者是块状的这个东西把它夹上去 这个的话呢 一般人都没有问题啊 我们这个耐受力很好 那如果比较虚弱的人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拉的下来 或举的上来 可是却撑不住 然后瞬间掉下来的话 或是瞬间弹上去的话 我们怕会对他们这个肌肉造成拉伤 所以我们采用的器材都是low impact 就没有那种回弹的危险 在操控强度的上面呢 又因为是电子式的 所以它是又更精细一点的来操控强度 如果是需要给他们做一些辅助性的一些运动啊 自由重量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出了提示能专家 我们也有专门的职能治疗师 来帮这一群细小症的朋友们处理 所以就是各方面的精细度 我们会照顾的再更好一点这样 好那今天修行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